就如同杨子所讲的那样 演员是需要商业价值的 品牌时尚方面的资源往往是跟影视嘎位挂钩的 品牌需要借用明星的名气去推广产品 而明星也需要自律锻炼 以便达成赞助金主所需要传达的设计里面 如此相互作用 才使得线下活动火热 年末有的不仅仅是杂志平台的红毯 还有奢侈品牌的各种活动 在上海这一夜中 顶着临下四度的寒冷天气 双向现场的女性们仍是各种华贵礼服加深 就算被动得发言迟缓了 媒体拍照时仍是自信力人的端庄模样 既是品牌的开幕酒会 那作为合作艺人 必然是要赚足面子的 所以即使排唱不大 头部女演员们依旧是卯足了进去设计的 只不过这效果不一 有的人是稳定发挥 有的人是用力翻车 妮妮镂空上阵 赵金脉妆容老气 在上海开办的这场酒会 暴露了女星之间的审美差异 老规矩 咱们先来说说男明星 张灵鹤状态回春 看得出有作品了就是不一样 脸上的褶子都少了很多 气场强大了不少 生徒都非常扛大 同时旁边41岁的杨又宁状态 更是不用多说 港台的男明星保养确实有点东西 47岁的陈坤已经有些疲惫了 不过依旧儒雅 黑皮虽然拍照有点吃亏 可就是抗老 陈坤的皮肤依旧不错 就是整个人没有从前的气场了 看起来这几天好像没有休息好 另一边 女明星当然又要用自己的美貌大杀四方了 首先 是比较惊喜的李兰迪 这次李兰迪的造型 可以说是整年造型之最 还记得以前他翻车的那些造型吗 他的五官其实非常立体 只不过骨架有些大 稍有不慎就显得又壮又老 这次李兰迪回归了少女风 简简单单的白色公主裙 其实从礼服上来看 还是有些沉闷 恋 这张脸扛住了 如今娱乐圈比较流行的鸡毛头 并不适合李兰迪 这种公主蝴蝶结发型才有点味道 简单俏皮又比较高级 李兰迪的妆容同样很干净 眼下轻轻的红韵显得他非常有气色 眼妆质突出了眼线加大大的卧蚕 真的有点像动漫里的公主了 就这么大大方方的 就能展现出女明星独特的魅力 李兰迪的精神面貌也非常阳光 面对主持人的提问 娓娓道来 确实有点大女主的感觉 24岁小花本来就该是这种水平 张静怡也挺好看 在造型上 张静怡绝对是要优于李兰迪的 她真的太适合亲属风了 优雅中透着点小性感 比公主风要更加大气 而且她的身材也恰到好处 这张脸确实容易出土 对脸生途中 张静怡的妆感比李兰迪的要更重一些 稍微有点厚的嘴唇透着微微的性感 卧蚕稍微发无险脏 脸旁的几缕碎发看着其实有点多余 不过脸一侧过去立体度立马显现出来了 颈纹清晰可见 鼻梁非常优越 原来顿感美女还是越看越有味道的 对比张静怡之前活动的造型 不难发现 对她来说 越简单越高级 当然全场焦点还是在妮妮身上 这次妮妮可真是给品牌足够的面子了 为了上台给媒体留出拍照的时间 她小臂都冻红了 不过这身材是真的太顶了 35岁了 妮妮的一态却算得上全场最佳 全身上下没有一丝坠肉 全身带钻的礼服太过闪耀 整张脸也根本无需发丝地修饰 真正的大花气场 也不愧为品牌活动的C位 妮妮的这套礼服甚至比年底参加活动的还要更隆重 360度无死角的优雅高贵 身材曲线一览无一切非常真实 如此腰臀比让人隔着屏幕都要流口水了 对脸生涂更是美地说 皮肤细腻紧致 能看见略有一些下眼带却并没有觉得状态不行 眼妆浓淡恰到好处 大笑起来也根本没崩 怪不得无人能复刻妮妮的风格 这种高级美可是有骨相撑着的 就连路人网友手机中也能撑住 在这种发红的光线下 就连明星的皮肤也变得有黑 而妮妮大笑除了法令文看不见一丝皱纹 而且脸也没僵 这解释真的白呀 把旁边的陈坤衬托得像个野人 大部分观众都没想到 这场活动 最虐的竟然是赵金脉 他比李兰迪与张静怡小了四岁 前场年纪最小 状态却最疲惫 生徒里的赵金脉 是这样的 说真的 赵金脉五官还是立体的 高挺顺直的鼻梁加上大眼镜 想不上相都难吧 可化妆师偏偏喜欢挑战 人家要么富贵要么俏皮 反正都挺高级的 赵金脉穿了个抹胸小短裙 又配了个绑带碎钻高跟 这么看应该是高贵公主风了吧 镜头一拉近 这妆容完美避开赵金脉的所有优点 人家的眉毛都是有点弧度比较凌厉的 赵金脉整了个大瓶眉 让脸部轮廓更方了 腮红简直要从白草原打到三尾树屋 整个苹果肌全都红扑扑的 让面部肌肉显得更往下垮 蓝紫色高光在眼下让妆容更脏了 最要命的是眼睫毛刷这么老长竟然不卷 在现场的灯光下大眼睛全给挡住了 整张脸全都画了全都在打架 这化妆师竟然还能找到工作 还有那头乱糟糟的长发 至少给人家整个发型不行吗 镜头拉远一点 与旁边的泥泥一笔 赵金脉的妆容又脏又村 就算是苏妍上都比这要更好看吧 一个02年的笑话 在秀展上竟然能被所有人秒杀 要展现自己的年轻活力 妆容完全都给遮掩住了 个子想要突出腿长 高跟上的绑带把腿分了两截 不知道地看着还以为网红来蹭镜头了 其实这也不是赵金脉第一次造型翻车了 还记得他与迪丽热巴用过同一个化妆师 就是那么喜欢界线明显的大红唇 以及突兀的大眼睫毛 果然 这次活动结束 全网又开始吐槽金脉的妆容 而赵金脉的粉丝 直接在网上发问 是不是又是那个化妆师化的 看得出大家已经不满很久了 当然 在表演方面 赵金脉实力出众 潜力无限 他的未来空间甚至是比妮妮还要出众的 可在身材和颜值方面 他明显应对不了时尚活动 本人的条件不够好 造型工作室的选择更是十足拉垮 提起赵金脉 相信不少人都看过他演过的电视剧 2019年 以黑马的姿态在各大热播剧中杀出来的少年派 林妙妙活泼的性格备受大家的喜爱 2022年开端上映 赵金脉饰演的女大学生理诗情 处于无限循环的状态 但他却将角色每次循环后的情绪等变化形象地演绎了出来 让不少观众对他刮目相看 而今年的他主演的那些回不去的少年时光 即便没有什么宣传 但播出后依然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 上线三天 网播量直接超过3600万 不得不说 赵金脉真的让人惊喜和意外 要知道他是从小就走进了演艺圈 出演的角色多数是学生未行 而让人想不到的是 电视剧里的励志学生 就是他的真实写照 赵金脉小的时候很内向 父母为了能让他变得开朗一点 就给他报名了儿童表演班 正是父母的这一举动 让他能在演艺的道路越走越远 他学着学着 就对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想要成为一位优秀的演员 如果要成为一位优秀的演员 就必须在演技方面投入大量的精力 为了不让兴趣耽误学习 他努力学习 不让自己的学业因为梦想而被耽误 2010年 他凭借手部影视作品《不能没有娘》 正式进入演艺圈 因为年龄还小 他只能出演儿童角色 他出演了《巴拉拉拉小魔仙》系列电影 停介着林美琪一角和《巴拉拉小魔仙》的热度 让他开始在00后小观众中有了名气 而在拍摄《巴拉拉小魔仙》中 赵金迈的坚强和忍耐都体现了出来 有一场戏是导演将赵金迈单独留下吊威亚 被吊到棚顶的高度 对于小孩子来说 高空的恐惧是很难克服的 但他却没有哭泣 强忍着眼泪 不让自己哭出来 为了拓展自己的戏路 2016年 赵金迈参演了家庭情感剧《小别离》 在这一部剧中 他不仅在演技方面有了进步 还解释了不少的好友 之后他参演了我的 体育老师快把我哥带走 在《我的体育老师》播出后 不少网友都给赵金迈很大的评价 喜欢这小丫头 演得又好又自然 甚至还有网友将她和其他明星相对比 而有的情网友说 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被碰得太高 确实 过度地夸奖或吹捧 会使人骄傲自满 从而导致堕落 失败 剧中 赵金迈看到自己的妈妈和干爸在街头拥抱 惊讶 愤怒的表情在脸上自然地呈现出来 再被带到派出所 对警察不屑 叛逆的神情 满眼都世戏 赵金迈的演技 永不止步 有刘慈欣改编的《流浪地球》电影《易经》上映 带火了不少演员 其中 赵金迈饰演的韩朵朵被观众圈粉 在剧中 韩朵朵前后的变化 被赵金迈活灵活现地演绎出来了 前期 她的角色设定很不讨喜 后期 坚强勇敢的韩朵朵让人很难不爱 影片中 她趴在桌子上百无聊赖的镜头 很难不是在演当代学生的上课状态 而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的慌乱 和观众拉近了不少距离 而高考过后 赵金迈就很少露面了 而当她饰演女大学生的形象 与大家见面的时候 她在大学老师的指导下 演技更上一层楼 让大家再次为她赞叹 开端中 她挑战了一种新的角色 陷入循环的女大学生 要知道 面对多次循环 人的心理和神态自然会发生变化 而这就很挑战演员的功底了 既要体现出角色的复杂情绪 还要让观众能体会到角色的处境 这无疑需要投入很多精神去揣摩 而这些 赵金迈都做到了 Hсе象征 本来阿体会能中,我们计划